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之前印度的桥梁使用寿命都无法长久 安全性也令人堪忧 所以这座桥如果真的建成后 对印度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一个进步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印度早在2002年时就已动工开建 这座世界最高大桥了 最开始的目标是在2009年完工 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 大桥在2008年不得已停工 就在众人觉得开建无望之时 这项工程在两年之后又重新开工 并计划在2016年3月份完成 不过有意思的是 直到现在 这座大桥依然在建设当中 至于何时可以完工 施工方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真不知这工期还会拖多久 小伙伴们 看过印度在建的这座大桥之后 你们做何感想呢 不过小编在这里真的很想说 如果印度请中国帮忙的话 这座桥应该早就建完了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